48个就是有验这个项目的 48个里面有42个有 更严重 所以接近90% 所以九成的人 九成的有验Alpha Tocin的人 他们 有Alpha Tocin在身体里面 就是黄麴毒素 听过没有 然后我们在验它的自由基的话 更严重 这些有验自由基的人 我们发现有43个人 43个里面有41个都有自由基 偏高的情况 偏高我们分三个等级 轻度偏高 中度偏高 跟高度的偏高 占了95.4% 所以在座各位 其实 我认为90%以上是 自由基偏高的 好 在这一部分里面 我们又去找一些 我的病人 当然这些 包括有慢性病的 我们就占了62.5% 所以反正这几个数据 有偏高的人 他一定有62.5% 他身体一定有某种情况的慢性病 包括癌症 那癌症又占了多少呢 其实刚好我们有验 有癌症的 占了21个 21个我又剔除了其中三个 为什么 它没有三个项目都验 就是我们希望找的 monitor的 农药 Alpha Tocin ROS 就是自由基 三个都有验的 有几个 有18个 这18个的数据显示出来 更惊人了 这些病人都是癌症 但他们身上出现有 有农药的 有45% 但是你看出现黄麴毒素跟自由基偏高的 100% 所以说明什么 说明这些癌症病人里面 其实大部分都有这些东西的偏高 还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事件 我这些病人其实都是重症的病人 都是其他医院医了 花了很多钱去医他的癌症的 都没有医好的 才来找我的 所以这个数据 跟他的疾病的最治疗的resistant 有没有关系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但是我们高度怀疑 就是这些环境的毒素 造成他的resistant增高 为什么resistant很糟糕 因为他的免疫力一直不好 免疫力不好的原因在哪里 很有可能就是黄麴毒素 为什么 因为黄麴毒素是我们医学上已经定论好的 他对肝脏的毒性是一个剧毒 那为什么对肝脏剧毒都是最嫌疑的东西呢 因为肝脏都是我们身体的解毒的器官 你肝不好你解毒就变差 解毒变差你身体就更多的病 更多的毒素 更多的毒素你的免疫力就更糟糕 所以这个很重要 我相信这三个指标 其实里面有包含四个item 很有可能是我们真正的健康的预测的指标所在 所以你以后会不会健康 以后会不会生病 最关键就看你这三个东西的多跟少 或是之后介入的减少的方向 有越来越少 你保证你越来越健康 如果越来越多 没有清除掉 保证你一定会变差 可能就是这样出现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成功 爱康 今天 刚刚我在讲英文那一场 没有超时 所以讲这场超时 所以大家获利双倍 谢谢大家 так 谢谢大家